我们再来看附件二到底需要哪一些的资料表 那特别注意就是说有一些数据可以参考 其实以后你们只要看到什么呢 有部门名称你就要想到哪一个来 有哪一个资料表呢 有一个叫DEPT有没有 这个是部门的阻挡这个一定要有 然后呢DEPT跟Employee是连体因 所以另外有一个叫Employee 这个资料表呢也一定要加Employee 好那再来客户保号呢是哪一个呢 刚刚有提过吗 Customer一定要 另外还有联络人 那总额的话呢 你只要想到总额就一定要想到单价乘以数量 那单价呢一定是放在那个所谓的Porter里面 那数量的话呢一定是放在Sales 所以呢我们有这样的概念之后呢 要产生这些资料就不困难了 用理解的就好了 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再切换到那个SS里面 我刚刚的SS放在内 接下来呢我就设计新的查询 那这个五支二的查询 第一个的话我刚刚讲 这个部门主档 然后Employee 另外一个这个客户 然后Product Sales 这几个通通把它加进来 加进来之后我们再来排列 这个部门代号对上部门代号 那Employee里面有个部门 应该有部门代号 这个地方连起来 然后一般习惯是会把Sales 摆在中间 Sales摆中间 然后Customer放上面 这样子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 Sales里面有一个叫做什么呢 业务姓名对上姓名 这样连 接下来的话呢 客户代号对上客户代号 然后产品代号对产品代号 这样的话呢就通通连在一起了 所以特别注意这几个 连部门代号对代号 然后姓名对上业务姓名 客户代号对客户代号 产品代号对产品代号 好了之后呢 我们再产生我们要的栏位 包含部门名称 再来是业务姓名 业务姓名在这里 再来的话呢是客户保号 客户保号在这里 接下来的话呢是联络人 联络人 那我们联络人应该是放在哪里呢 那客户里面 Customer里面 再来的话呢是总额 那总额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产生 或者是在那个Ecell里面产生 都可以了 不过这里我想我们直接在这边做好 按右键 用建立帮手好了 那就先输入一个这个所谓的 总额 总额的部分呢是根据什么呢 资料表里面的那个Sales的数量 数量在乘以什么呢 Poda里面的单价 这样就是总额 那我们把前面这个把它删掉 删掉就按确定 这边就会产生一个什么呢 这个总额 那最后交易的年必须要是90年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就会有每一刻的这个资料 但是最后我们还要再做一件事情 就是说要把重复的资料放在一起 所以最后记得要把重复的资料放一起之后呢 最后总额要把它加总起来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还要再利用 这边有一个是所谓的核计 核计 这边有个核计 把核计点下去 这来的话呢 前面都群组 只有总额的部分要把它怎么样呢 总计 交易年的部分呢 把它输入一个条件就是90年 90年 因为我们只要90年的部分 那这边的话它是一个条件 所以这边的话把它改成一个条件就可以了 所以呢 修改的部分呢 只要这个先点下去 总计 条件 这样就可以了 好了以后的话呢 接下来 我们就把结果秀出来看一下 那应该会有60笔资料 60笔资料才对 这边总共有60笔资料 等一下你们可以试试看 最后的话 再把资料贴到eSale里面 做一些处理 把画面先还给